各位大家好,很開心又再次見到大家 今天我開IG的時候,見到姜濤推出了一個新的廣告片段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有? 不如我就推出在旁邊,大家一邊看,一邊聽我說話 話說我昨晚出了一段片,說媽媽糖送了一個小心意給我 那個小心意是關於鏡中鏡的內容,所以我其實都很開心 而網友亦都表達,覺得姜濤推出真的很厲害,很有心思 亦都很羨慕我,有這份這麼精緻的禮物 我自己都很感恩,因為藉著這個頻道認識了大家 亦都有網友送了一些小心意給我,這裏真是很開心,很感謝大家 同時,有些網友亦都在留言上跟我說 見到我這樣回覆一些攻擊的留言的時候,就覺得很爽 但事實是,其實我比你更爽的 在這段期間,是經歷過大家留言的鼓勵和安慰 亦都給我意識到更加多關於網絡生態的東西 配以這個鏡中鏡的歌詞來用,其實都令到我心靈一步一步強大起來 面對攻擊留言的時候,我想都是平常心,一笑自知 當是笑話地去看 與此同時,亦都有網友表達最後的小白露 那個小故事都有很大的啟發性和鼓勵性 代表你是看到最後的 在這裏都衷心地感謝大家 今天非常之開心,我終於有時間可以看《全民造星》了 因為之前都跟大家說了,很想認識一下為什麼姜濤 可以在這個快樂藍星之後,短短兩三年之間 在這個《全民造星》之下,可以變成今時今日這樣 隻手可熱的一個地位 是很想研究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於是我就有兩個方向去做 第一就是,可能找了有關《全民造星》的一些表演片段 可能是分一些不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又或者是一次過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方法是每一集,逐集逐集《全民造星》去看 但是,壞處是什麼呢? 壞處就是,有些集數真的沒有姜濤的表演 如果沒有的時候,那我講什麼呢? 又不知道大家介不介意我,在這個考古系列之中 我又未必能夠講到姜濤 所以其實心裏面都有些忐忌,掙扎,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是最後我都覺得,都是隨心 隨心的就是,既然我有這個時間的話 我都想逐集逐集去看,逐集逐集去享受 然後在集數裡面,其實也不一定只是姜濤 因為ViuTV,除了姜濤之外,在《全民造星》裡面 也打造出《MIRROR》的12指,以及ERROR的4指 都很想藉著《全民造星》去慢慢認識他們 所以最後我決定了逐集去看 看完之後我發覺,給我很大的一個震撼 第一集,他已經是做一些街坊 然後就問一些的圖人 你覺得現在香港有沒有偶像等等 然後那些圖人就說,沒有啊 八九十年代之後就沒有啊 然後我就想,現在2022年4月8日 整個娛樂圈,整個香港的那種娛樂生態 如果你跟我說是沒有偶像的話 那就是代表你這幾年都去了《火星》 上次有個網友笑我 我就跟大家說,這兩三年我真的沒有留意《娛樂圈》 直到上年姜濤在音樂演唱會裡 他講了一句話,令我重新注目這個《香港樂壇》 我說自己好像去了《火星》那樣 那我的網友就說,其實這兩三年香港人 都可能想轉在《火星》多些 有些言外之意 兩三年呢,的確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第二呢,我又見到Stanley 在第一集裡面的亮相 因為我本身其實對MIRROR的某一些成員 可能相對地是沒有那麼熟悉的 Stanley就是其中一個我不算很熟悉 就正如我昨天才發現原來Alton之前是做健身教練的 因為我心想他在REBUN的MV上 真的很健碩,很健碩 有網友說他之前是做健身教練的 健美先生等等 所以今天我見到Stanley 在第一集裡面這麼精彩的舞蹈演出 都是令我眼前一亮的 因為Stanley他本身是一個先天性的優勢 有他的高挑的身材 再加上他的舞藝超裙 我反而覺得為什麼在MIRROR裡面 好像不太多機會看到他有一些solo的部分去跳舞 可能我都要再給多點力去看他們的歌舞等等 但是Stanley在這次的表演裡面 我又覺得是真的幾sharp 還有都幾吸引 今天我看這一集我自己都是享受的 雖然都是第一集大家都知道一個introduction 很多時候都是介紹一下評判、導師、參賽者、賽制等等 都似乎不是說很仔細 但是我相信希望在假期之前能夠盡快去看完這數十集的全民眾星 也都看看姜濤如何一步一步登上去冠軍的寶座 今天都想介紹一個評論流行歌曲的YouTuber 給大家認識的 他就叫Tommy Sir 就是昨天一位網友所建議的 我昨晚都立即click來看 又發覺這個YouTuber又真的說得很好 他本身的背景跟我有點像 都是一個教師 但是與此同時他都喜歡去評論一些流行曲 我就看了他一個 《從十二解構MIRROR走紅原因及娛樂的意義》 見到他裡面是很用心去整理的資料 也都說得非常之好 還有他都能夠融合著自己中文的那種修詞技巧去分析一首歌曲的東西 與此同時你不要以為他是中文老師 他音樂的掃位都是很厲害的 他也可以解釋到不同樂器的那種編曲處理 如何去突顯那些歌曲 最後就是從娛樂圈一個宏觀地去分析一些現象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挺有深度 可能在YouTube的世界經常都會覺得同行如敵國 為什麼要介紹另一個跟你性質類似的YouTuber 你不怕他搶了你的觀眾嗎 我是絕對不怕的 我並不是擔心大家會離開 而是我覺得好東西就要介紹給大家 沒理由收拾起來 為了自己的好處 又或者是自己的好處 刻意地去攻擊對方 其實這些東西真的很無謂 我覺得YouTube的世界不應該是這樣 放豬生活都是的 都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搜尋一下Tommy Sir 裡面他也是一個 都幾多點擊的一個影片 提及這個鏡中鏡的分析 以及這個DMI Friend的分析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搜尋一下 看一看 今個星期六日大家不知道去哪裡 雖然疫情是緩和了一點 但大家都要小心小心 接下來姜濤生日 都有一些朋友都為他預備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相信行善即得都是其中一件事 姜濤想我們一起去做這件事 令到這個社會世界更加美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 我是Mr.So 如果喜歡的話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 comment 甚至share給你的朋友 再見